有住戶向我們報料 他們經常被一位鄰居滋擾 就他們提供的片段所見 這位男子上身赤裸 身上掛滿宗教飾物 向護主門樑位置貼上一張紅色的紙張 而上面竟然寫上 殺人者死這四個大字 正所謂遠親不如近倫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的香港人 和鄰居真的不太熟 有時住了幾十年 都不知道他姓什麼明白什麼 你有這個問題嗎 我沒有 我挺幸運和鄰居關係很好 每天早上見面都會打個招呼 然後交換屋苑情報 打風爛玻璃還來幫我 那你真是挺幸運 不過以下這宗案件 這家人就不太幸運了 因為他們遇上一個 行為非常怪異的鄰居 每個人都知道 香港人生活節奏快 生活壓力再加上情緒 隨時令到不少人患上情緒病 甚至是精神病都沒有人理 而近日我們就收到 苦主向我們報料 不少人努力工作 但求有一個安穩的居所 但如果告訴你 住在那裡經常會受到滋擾 你又會怎樣做呢 有住戶向我們報料 他們經常被一位鄰居滋擾 就他們提供的片段所見 這位男子上身赤裸 身上掛滿宗教飾物 向護主門樑位置貼上一張紅色的字帳 而上面竟然寫上 殺人者死這四個大字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因為這件事足足發生了幾年這麼久 最近才得到房署批准 安裝閉路電視 才拍到以下畫面 這位男子貼完之後 還做出疑似作法的手勢動作 一個推手 口中念念有詞 幾下淡地動作 作法完成 再慢慢離去 2017年年中 她在樓下公園那邊見到我 然後就問 你是不是到哪間中學的 你家裡是否有個妹妹 說得出我住哪層樓 跟著你去樓下送你搭電梯 那時你聽到她這樣說 你自己的反應是怎樣 我會很害怕 突然有一個陌生人問你家裡的事 你想做甚麼 你又知道住哪裡 這種騷擾其實持續了多久 由2017年到現在都有 即2017年至2019年 會比較頻密 你有沒有了解過她 屬於你們的原因是甚麼 這個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她為甚麼 會無緣無故來找我們 但她經常說 我們家裡有她要找的人 說她的博士 她的朋友 是我們家裡 經常都會說這些 她也試過報警 跟警察說 我們家裡有生化武器 可能有資格有人看 然後有些警察全部沒有裝上來 然後她那次進來看一次 是甚麼都沒有 之後就很少再用這個藉口上來 她們一家以為事情高一段落 但誰知道 其實滋擾情況變本加厲 半年前左右 她就拿一把床劍 和一把金錢劍過來 我們家裡才是門中的 開門之後看到她 問她當中 她就拿把床的劍 從那個門檻那裡 伸進來來刺我 我就在這裡叫我老公 第一次反應 我看到她拿著劍 我便衝到廁所 拿了一把大傘 跟她打招牠 打招牠 其實都是智慧的 智慧而已 我太太 我當然要防護,要打招牠 她看到我們好像… 麻影捉雞仔 擋得很厲害 她罵了幾句 被我們罵走了 之前那些需要 就… 得過扯過也算 不太影響你 射廉符那些 我們撕掉就算了 你把飯在門口 插些羊柳枝在我們的門上 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 但你來拍門這方面 就不太好 如果家裡附近 住著一個這麼行為 怪異的鄰居 也不是說不怕 心理和精神壓力都會很大 我之前也訪問過她們 也很感受到她們的無助 和無奈 是呀 我想這種苦況 其實大家都想像得到 每天都活在這個驚恐之中 最慘的是 不知道她們會不會行動升級 究竟這件事會如何發展下去呢 我們下一節繼續和大家一線搜查 作為左輪遊理 應該守望相助才對 不過這位怪鄰居 紫生行為古怪不但 還要去滋擾其他住戶 真的很棘手 是呀 她的所作所為 真是令人覺得頭痛 究竟有沒有方法 可以幫助這家人呢 影響最大在哪方面 怎樣影響到你們 影響我們方面有很多 第一 小朋友出入 有時會躲在樓梯角 或者垃圾房裡面 在那些情況出現 突然間在那裡人會害怕 第二 有時晚上半夜生間來搞事 我們又要 整天都要睡覺 睡得都不安樂 睡得不好 出入又要特別留意她 有時會見到同升級在樓下 她進升級我們都會不進 滋擾情況其實持續幾年 私骨投訴 但只得到這個答案 我投訴過給保安、房署 她說你們可以離開 我按道理計 應該是她要離開才對 意思是叫你們自己去搬走 是叫我們自己搬走 沒錯 有幾十戶人都是這樣的情況 難道我們幾十戶人要搬走嗎 不可能 為何不讓她一個人搬走呢 我們曾經報過警 說了情況之後 警察就會到她單位按鐘 問她這個情況 或者警告她 之後那幾天 她就不會再出有甚麼反應 但可能那一陣子之後 不知道是否沒有吃藥的關係 她又開始會流來搞事 當然不止我們一戶 據了解 這位男子已經被拘捕 現正接受治療當中 苦主一家暫時得到短暫安寧 但有知法律上 無法向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 俗稱白卡的人採取法律行動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簡單來說 有精神病不可以作為一個抗辯理由 當然我們要考慮 究竟她在案發那一刻 有沒有受到精神病 這個病困擾著 有些人可能有精神病 不過她正在吃藥 跟平常人一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她仍然可以犯法 仍然可以被法庭受罰 但是如果有證據顯示 她當時真的受到精神病困擾著 影響著她的 所以因此在法律上 她就有一個抗辯理由 因為她所做的行為 不是她自己自主可以決定到的 就是有些精神混亂的情況 影響到她的 在法律上 就不能夠構成一個犯罪意圖 即使她是在法律上 沒有面對 不需要面對一個刑事的檢控 但是她仍然是需要 接受一個精神的治療 受影響的一些這樣的住戶 她可以向房署 申請一個特別的批准 安裝病毒定時 是拍下這個精神病的病人 去那個言行舉止 如果又有其他的證據 可能法庭又會頒另外一些禁制令 因為禁制令 禁制的時候 她可能只是禁制A單位 但是如果她又有騷擾B單位 C單位 法庭要有證據 如果你有閉路電視 就可以支持到 原來她有其他的一些行為 因此禁制令可能ABC都發出 雖然說大家受到法律保障 但韓山一家甚至其他鄰居 天天擔驚受怕 希望有關方面 可以盡快解決有關問題 讓韓山家人及鄰居 可以有夠好睡 Ginnie 如果香港疫情穩定些 你最想做些甚麼呢 相信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第一時間當然想出去旅行 因為香港實在等得太久 最好就可以瞬間轉移 這麼快 這麼快 去到目的地就最好了 看得出你真的很想去旅行 不過香港人 出了名字是爭分斷秒 如果過關的話 可以快捷點 便利點 這樣就最好了 但其實現在過關速度 已經提升了 不知道是不是太快 即快到大家都不為意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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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電視,全面進化,重新啟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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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